欢迎收看有熊老师,佩妮教数学 那这一期呢我们要介绍这个平方根 如果它要比大小,那要怎么比呢 当然我们前面说如果只有一个平方根的话那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问题 就是两个平方相加或相减的话 √3和√17,√5加√15,√7加√13 那有的时候是减的,√3-√17之类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要怎么比呢 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我们先思考平方之后会怎么样 什么情况下我们选择这样子的思考呢 就是你发现这个,它有的时候写的是整数 那你要自己调整 就是说你把它全部,把那个根号的值送进去之后发现 3加17会等于5加15会等于7加13 这个√a加√b,就算它是整数,你都把它送进这个根号里面 最后在根号里面的a会等于,√a跟√b合起来会相等的时候 这个a加b相等 那这个时候代表我如果把这个值去平方了 那去平方的时候呢 a平方加b平方加2ab嘛 所以它是3加17是20加上2乘上 根号3乘17是51 这样子 那这边也是a平方加b平方加2ab 所以它是5加15又是20加2乘更号75 这个是3加... 它的平方会是7加13又是20加上2倍更号7乘13是91啊 所以你就不难发现20都有2倍的更号 91比75大比51大嘛 所以是这个比较大 即便它这边是-也一样 你只要发现这个两个根号里的数字加起来一样 加起来一样,加起来都是同一个值的时候 那就把它平方...如果是-像这一题 如果我们都把它改成-那就是这里都会变成-嘛 对不对 那到时候这个大小就倒过来 因为你-越少值就越大 是不是 这样子 那...不过更正一下 如果你是减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看它的平方的值啊 那如果以这一题来说你去用减的话 你要先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它3...根号3-根号17是负的 所以你算出来它的平方是这个比这个比这个大 那到时候的值又要倒过来 所以如果这一题是减的话呢 那它还是右边最大 你要去留意它是负的这件事情 来看第二种情形 就是...它合起来不一样 有...有...有...好... 17加15是32 16加14是30 15加13是这个28而已 那结果它用减的啊 所以我怎么知道 根号17和根号15的差距 和根号16、根号14的差距 和根号15、根号13的差距 谁比较大呢 我不知道...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要... 去把它平方了之后 到时候的这个地方 就不会是一样的数字 因为这两个值加起来没有一样 那所以呢 它需要用这个方式 导数 其实说起来 因为它... 它不是平方相加会一样 它是平方相减会一样的 那我要怎么用平方相减呢 就是A加B乘A-B啊 那可是A加B乘A-B的话 我会... 我也不能平白无故 去帮它乘一个A加B嘛 所以我的... 我们的讨论方式 就是先把它... 去想它的导数 这是根号16-根号14分之1 这个是... 根号15-根号13分之1 对不对 我们先去想它的导数 那它的导数的话呢 我们要去... 有理化它嘛 上下同层 根号17层 加根号15 这个会得到2分之 根号17 加根号15 这个会得到2分之 根号16 加根号14 这个会得到2分之 根号15 加根号13 可以吗 那到这里 其实就不用真的去比了 因为你看 我的根号17比你的根号16大 我的根号15比你的根号14大 那这个16比15大 14比13大嘛 所以 其实就是这个会比这个大 对不对 那因为他们都是正的 所以导数也是正的 所以 这个是正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啦 所以这个就是正的 这个就是这个大于这个 那因为我们现在求的是导数 所以如果翻回来呢 翻回来就是 其实应该是 它比较大 所以它的导数比较小 可以吗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 用导数去判断 第一个方法是平方了之后 判断后面 第二个方法是你发现它 那根号里面的数字加起来没有一样 而是差一样的时候呢 就把它先去讨论导数 那导数有理化的时候 分母就都是2 分子就变成用加的 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判断出来 谁比较大的 然后你就可以导过来 判断他们三个谁比较大的 那第三个方法就是你发现好像都没有这种情形 比如说这个是根号 你送进根号里面 这个是根号25 这个是根号9 这个是1 那这两个1跟19合起来是20 9跟17合起来是26 25跟15合起来是40 差很多啊 差也没有一样啊 这两个差10 这两个差8 这两个差18 那不知道谁大 那也许他根本没有那么麻烦 你就去想他到底 化成小数的话是多少 根号15不到根号16嘛 所以根号15是3点多 5加3点多 那么这边是8点多 根号17是超过根号16的 所以他是4点多 3加4点多 这个是5加3点多 所以这个是7点多 1加根号19 根号19是超过根号16不到 根号25 所以他也是4点多 1加4点多 所以这个是5点多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比这个大 那跟大家介绍一个典故 这个 我们说一个人犯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我们说他这个注下大错 那为什么这个错 做错事情为什么要用注的呢 那其实什么是注呢 如果有这个上理化的话 就会学到生铁手铁 生铁的话适合铸造 手铁的话适合锻造 铸跟锻的差别是什么 铸就是那个你看电影 有的时候他要去制作一把剑 他会把那个金属融掉 融掉之后呢 他就有一个剑的模子 一个模子 这样子他就倒倒倒下去 你就看到那个铁浆这样流完之后 冷却掉拿出来 就是一把剑 这样子 这个就叫做注 就是把那个金属融成浆 然后倒进模子里 然后把模子拆掉 这样就叫做注 那 这个生铁 因为他这个质地脆 那所以他适合铸造 铸造成很坚硬很大块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这个东西 他是身体还是手体 他是铸造还是锻造 就是说铸造出来的东西 通常都比较大块 比较一整块 然后厚厚的 那锻造呢 什么是锻呢 就是一样在电影里面 我们看到做剑 锻剑 他除了我们刚讲这种锻剑之外 他还有一个就是锻打 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根长长的铁条 然后底下火炉一直在烧 一直在烧 然后主角就是脱掉上衣露出肌肉 然后 一直打那把 他就拿一个锤这样 一直打那把长长的铁片 打久了之后 他就变成一条很细长的剑 然后一样 就是一把剑 这样子就叫做断 那因为手铁呢 他比较这个韧 他的这个弹性比较好 延展性比较好 所以他可以用断打的 来去让他的这个薄度 锋利度出现 那身体就没有办法 所以 从这个手铁的产生 那使的兵器 还有农具 他的锋利度就提升 这样子这个 战争或者是生产的效率 就会提稿 那为什么错要用住的呢 因为其实错这个词呢 他原本是这个错刀的意思 类似这个错的意思 那有一句话叫做他三之十 可以公错 公错 这个公跟错都是指 磨 就是我们东西做完 会拿砂纸去磨 或者是以前有那种错刀 就是一条长长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一条长长的铁条 上面有一大堆的纹路 他是故意的有一大堆的纹路 就是凹凹凸凸的 所以你拿东西在上面磨磨磨 那个东西就被你 他的那个边边角角就被你磨掉 这个行为就叫做错 也可以叫做公 公跟错就是把它磨 然后把它销 所以呢 这个错就是 他是一个器具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历史来到秦国 跟秦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秦始皇呢 他统一天下之后 他为了不想要天下继续打仗 那他还蛮聪明的 他就想说你们 打仗打那么久 还不就是因为你们手上有武器 所以他就决定把九州 方圆九州就是 从相传从窑的那个时期开始 但是这种传说有的时候不太可靠 就是反正从很久以前 中国就把认为自己的这个 中国的区域总共分成九块 那叫九州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 就把九州的这个武器 全部都收集起来 那个以后呢 你们要打仗 就用拳头打 这样至少不会死人 他的目的不止无止 而是说 你如果想要叛变 你只有拳头 而我有武器 你就不会叛变了 他这个九州的金属 那个时候大部分是铜 被他收集起来之后 做什么呢 他就住了12个金人 这个所谓的金人的金 其实也是铜 他就铸造了12个铜人 放在这个咸阳门外 就是象征说 这个再也不打仗的 这个跟那个 日本战国时代这些人信场 他颁布天下不武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打仗 那 所以这个秦始皇 他就做了 及九州之金 铸了12个金人 放在咸阳门外 那后来的人 他讲说我犯了一个错 我犯了一个错 这个错有多大呢 他们就会讲这么一句 这个 及九州之金 难住此错 就是他故意把错 还原到他原本这个 错刀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错有多大呢 就算你把九州的金属拿来 都没有办法 注出这么大的一个错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错 是用注的 注下了一个大错 有多大 这么大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注下大错 但他的这个典故 不是发生在秦国 不过我们就顺便介绍一下 那其实秦始皇他统一天下之后 我们说他集九州之金 那这个行为在汉朝呢 也有类似的做法 只是汉朝他不是收集九州之金 因为汉 汉朝统一天下的时候 也是这个纷乱 战争了很久 尤其秦国很短 所以其实那个平民百姓 他农耕的时期 他的那个和平的日子 没有多长 就又打仗 又打了很久的仗 于是汉朝他统一天下之后呢 第一个他种农 那在他独尊儒素以前 其实那个刘邦他就勤见商 就是说他讨厌商人 他讨厌商人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去种田 那第二个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 刘邦他不希望商人介入战争 因为其实每次到这个战争很严重的时候 谁会打赢 就是兵多的人会打赢 那你为什么兵会多呢 你有钱 你有你有钱 你有粮 你有各种物资 你可以买得到兵器 这也是很重要 我们刚提到这个枝田信长 枝田信长在日本战国时期 他会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很早就吸收了这个 这个他从外国进口铁炮 所以同样的道理 中国也是在战争的期间 谁可以买到最好的兵器 谁可以招揽到这个最优秀的人才 来去制作兵器 来去训练队伍 那他就会赢 但是首先他就要有钱 所以背后有钱 有商人的支持 就会变得很重要 那当你好不容易统一了全国之后 你就会想说 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国家马上又分裂 那不希望马上又分裂 秦始皇的做法就是不给你们武器 那汉朝刘邦他的做法就是 他就去打压商人 剥夺商人的钱 那让商人就没有办法再到处去支柱 各个这个想要跟他做对的人 那这是一个目的 那另外呢 同时他在建商的过程中呢 他就可以克重税 然后可以剥削 抢夺他们的土地 进行这个重分配 因为战争刚结束 大家都很穷 政府也很穷 政府想要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干脆跟商人讲讲 那这个就是这个 到了这个秦朝 到汉朝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补充这一个典故啦 来比较下面这三个数字 到底谁大 所以要怎么用呢 我们刚才提到 这些东西要怎么用呢 你要先 我没有说明 你要依序去想几件事情 第一件 我把他们送进根号里 这个5是根号25 然后你先去看看 有没有合起来一样 有没有插会一样 都没有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用小数点比出来 这个4是根号16 这个3是根号9 所以其实他们合起来都是根号40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我今天 我发现这一点 我就把它平方掉 这个的平方会是这个 既然合起来是根号40 平方出来都是40 不是合起来根号40 是说根号里面的数字 合起来是40 那他平方完之后的整数部分就是40 加上两倍的这个乘这个 那就是这个乘这个 所以就是10乘根号15 可以吗 这个也是 他平方出来 是46加24 这个也是40 他的平方 40加8 根号24 那这个根号24自己可以抽 可以抽这个 4出来 所以 是乘2 所以是 加16 根号3 6 16根号6 然后这里 他们合起来也 整数部分也是40 加上 6根号31 这样子 抽出来反而要比较好判断 不好意思 再丢进去 这个是根号1500 这个想必非常的大 这个 这个 16平方256乘6 256乘6 难分宣制 这个要乘一下 256乘6 256乘6 512乘3 所以是 1536 那这个的话是31乘36 这个也难分宣制 36 31 所以他是 3乘36 108 36 所以是 1116 所以 所以谁大 他比较大 所以他是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可以吗 好 来看这个一样 你把它平方完是4 所以合起来是44 这个平方完是9 合起来29 这个平方完是16 合起来是50 42 没有一样 那如果用减的呢 这个减了是36 这个减了是 这个20 减91 这个26 减16 是10 也没有一样 所以说不定可以用小数判断 当然一定会有不能判断的时候 但是题目干嘛出 你根本判断不了的呢 好 所以就想想看说不定是用小数判断的 所以这个40比36大嘛 所以这个是6点多 2加6点多 21不到5 就是不到25 所以更号20不到5 所以他是3加4点多 这个是4加 这个是超过25 所以是4加5点多 这个是9点多 这是7点多 这个是8点多 那你留意一下 因为我们一边都是整数 所以如果他 如果其实他两个有根号 那你就会有一个2点多和3点多 那就难免会去想说 那这样子加出来 到底有没有进位 就不知道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一边是整数 一边是小数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进位的问题 他就是8点多 这个就是7点多 对不对 那我就说题目不会故意出 你无法判断的 他一定会留一个方式判断 只是你有没有找到而已 最后看这个 平面坐标上面有 这个这个这个 求ABC的长 来画一下 那他要求这个三小型的周长 所以就是来求一下 12到34的话 这一段长 X加2Y加2 所以他的长度就是这个 我们来放大这两点 假如说A在这边 B在这边 A是12 B是34 那么这一段有多长呢 在平面坐标上面 我们可以去把它用垂直的来看 X的话是加2Y也加2 直角嘛 所以是1比1比更好2 所以其实AB是更好2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34跟56呢 X是加了8 那Y是加10 对 X是减8 Y是减10 所以是 这个 在这边 这个是8 这个是10 所以是4比5比多少呢 没有 没有抓到这个比 所以他就是4平方跟5平方合起来是41 16加25是41 16加25是41 所以是更好41 所以他乘两倍 2更好41 那然后这个 A跟C呢 A跟C的话 X是减6 Y是减8 那6、8、10 所以这一条长度是10 所以最后的答案 ABC的周长是 10加更好2加更好41 2更好2 2更好2 10加2更好2加2更好41 这样子 这是他的答案 好